接下來要聊的就是文化差異 因為你看兩位都是 可能語言不通開始對不對 對 因為最近有很 這個吵得沸沸揚揚的一個 你知道 就是那個 怕桌球 懂嗎 就是這個 那兩個人呢 有講到就是 觀念問題 某個人非常的日本 然後他到台灣也會有在台灣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問一下 對大家這個文化差異 其實對你們生活來說 會添加很多的趣事嗎 就像剛才佩儀姐講說 用快樂通 這個是他沒有談過戀愛的方式 這是會有很多趣事 可是相對相處久 就會有很多 對他來說是稀鬆平常的事 對你來說是 天啊 這是一大挑戰耶 我真的覺得他要接受你這樣一輩子 怎麼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差異上面 如果沒有調整好 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真的 所以要問一下你們當初 跟另外一半有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滿多的 包括像之前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不能 因為他那時候就說他要什麼 我懷孕的時候他要把那個床搬走 然後要換什麼 然後我就說懷孕的時候不能搬家 然後他就說這什麼 誰說的 對 然後結果後來剛好我就在看一個 那種實境秀 美國實境秀 就有一個小孩 他就生出來的時候 臉上就有黑黑一塊一塊的 他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他爸爸就在那邊騎油漆 有沒有這麼巧的是 然後我就說你看 有沒有 但是因為當然他們也不懂 那個外國人 他們也只是說 我的小孩為什麼你這樣 有沒有 你看 真的 然後我老公看到就嚇到說 真的耶,你講的是對的 我說你看他們都不知道 不能這樣做 你看他小孩臉上就有胎記 外國也有這個 而且是灰色跟他爸爸擦的 油漆顏色是一樣的 太巧了 這麼巧是 真的 你花多少錢拍那個影片 那是外國的實境秀 結果我老公整個嚇到 他就完全就說 原來你們的那個習俗 是真的有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相信了 然後後來因為我們不是 生完小孩坐月子嘛 然後我就說 我要離家一個月 然後他就說 那我可以去旅行一個月嗎 我說當然不行啊 他以為我要去住在飯店一個月 帶小孩去度假還是什麼 然後跟他分開這樣子 然後我說不是 但他居然沒有覺得悲傷 他居然問說他可以自己去 忍耐久 他就覺得放假了 對 然後我就說 當然不是 你要陪我啊 就是你要來看我啊 就是還是要跟著我一起坐月子啊 然後他後來就是 慢慢的覺得說 看到別人都這樣坐月子 那個太太的身體都比較好 然後氣色也變好了 他覺得這個是 還不錯的一個習俗 對啊 滿足夠的沒有在坐月子啊 真的嗎 美國生下來就是 他們忙生完就回家了 生完三天幾天吧 那時候我也是坐月子的時候 我媽媽說是一個月不能洗頭 我老公說 韓妮 如果你一個月不洗頭 我絕對不抱你 因為很臭 因為我是夏天生的啊 然後他也覺得這個不合邏輯 就是每個季方的文化真的不太一樣 對啊